2014年11月22号星期六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周末专辑 我是林斯 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除了为您报道这个小时的重大国际新闻之外 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 另外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科技健康和民生方面的最新发展 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这个小时的节目 好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其采取行政手段 改革美国的移民体系的决定辩护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奥巴马在拉斯维加斯一次集会上说 他是被迫采取这一行动的 因为众议院不会受理已经通过参议院的 有关移民问题的立法草案 奥巴马说 众议院不需要我召集投票通过法案 请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 因为我所采取的行动 只是一项临时性的第一个步骤 奥巴马总统星期五签署的两项行政命令 将启动为近500万非法移民提供临时工作许可 并且解除遣返出境威胁的有关程序 众议院共和党人誓言将挑战总统的这一单方面行动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杰夫拉特克星期五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对中国学者伊利哈姆的二审宣判结果和中国当局对资深记者高于进行的不公开的审理 深感失望 中国当局在一座不公开的看守所听审 维持着对著名维吾尔族教授伊利哈姆·土赫提的分裂国家罪判决和无期徒刑判决 美国对此深感失望 对土赫提的关押压制了一个以和平方式在中国各个民族中促进理解的重要的维吾尔族的声音 美方将继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土赫提教授 美国也对资深记者高于因被控向外国新闻媒体泄露国家机密而被审判的远观报道深感关注 美国仍然对维权律师、记者、博客作家、宗教领袖等挑战中国官方政策和做法的人士 被持续关押和起诉感到忧虑 我们敦促中国当局把和平的不同意见与暴力极端主义相区分 美方继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因为和平表达意见而被关押的所有人士 解除对他们的行动自由的限制 保障他们的自由 中国的国际人权承诺 让他们有资格享有包括言论与和平集会在内的这些自由 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里群岛地区的永暑郊填海造地 英国检视防务周刊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 速搜挖泥船正在加紧施工 源源不断地将远处的泥沙通过管道运达工程现场 据估计中国正在扩建的人造岛屿部分 约200至300米宽面积足以修建3000米长的飞机跑道 建成后这里将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里群岛地区 修建的第一条飞机跑道 文来中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台湾 越南 均声称对斯普帕特里群岛拥有主权 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 11月21日进入第55天之际 一批香港市民响应网上呼吁参与占领英国领事馆的行动 递交请愿信 要求英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国的法律责任 监督香港高度自治和民主政治的事实 确保港人的民主以及平等的选举权利 美国副总统拜登对土耳其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争取劝说土耳其领导人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势力猖獗 在拜登访问土耳其之前的几个星期里 美国和土耳其这两个北约的盟国之间 发生了公开的争议 土耳其领导人不愿意在军事上卷入打击伊斯兰国圣战分子的战争 拜登星期五在伊斯坦布尔会晤了土耳其总理埃哈迈德达伍特奥鲁 预计拜登将于星期六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博安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星际穿越 11月12号在中国上映 五天内的票房就达到了2亿6千万人民币 在电影上映之前 电影的主角马修·麦康纳和安海瑟威 随同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到上海为影片进行宣传 今天美国安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 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新年将至 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 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 向您展示美国新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 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atvoanews.com 索取挂历 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 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 地址 邮编 以及收件人姓名 由于数量有限 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 直到送完为止 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 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美国玩花筒节目 我是主持人Peggy 张佩芝 最近知名英国导演克里斯多福诺兰推出科幻剧片 Enterstaller 星际穿越或翻译成星际效应 引发了一股星际热 如果您在网络上看到网友热议高深的天文学理论 大概就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后所引发的思考 我们现在就一起和诺兰探索他的星际世界吧 曾经是NASA飞行员的库博 看到人类在一个逐渐死亡的星球上失去希望 在不久的未来 气候变化导致农业危机 引发范围广泛的饥荒 地球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布兰德教授曾是库博的老师 他找库博参与一个秘密太空探索项目 任务是到银河系外的未知世界 寻找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但是库博面临两难 他深爱他的孩子 不想离开他们 但是如果他不离开 他的孩子也会跟着地球死亡 最后库博还是和另外几名宇航员离开地球 进行这项秘密太空探索任务 他们深知他们这次离开地球 可能永远都回不去 在浩瀚无际的宇宙中 宇航员变得十分渺小 但是他们希望拯救人类的动力 带他们到无法想象的遥远的地方 纸片人兼编剧诺兰说 他拍摄和撰写这部电影 最大的灵感来自另外一部 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科幻电影 《2001太空漫游》 《2001太空漫游》是名导斯坦利 库布里克的深具哲学思想的经典科幻大作 我七岁的时候 这部电影重新上演时 我父亲带我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 那个经验在我整个制片生涯中 一直跟随着我 这部电影给我们看到电影的潜力 以一大荧幕 如何可以把你带到宇宙的另外一头 通过星期穿越这部电影 我试着给今天的孩子那种经验 不过虽然这部电影视觉效果让人赞叹 电影的核心还是父亲和女儿之间的爱 饰演库博的马修·麦康纳 说明这部电影所要传达的信息 这部电影叙述到太空中探索和发掘的勇气 这也提醒我们 我们的潜力时常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大 我们人类有无比的潜力 这部电影对我们发出挑战 同时对我们有无比的信心 安海瑟威饰演的是布兰德教授的女儿 也是这个太空探索任务的宇航员之一 他说这个角色不管在情绪上或身体上 都是很大的挑战 我很像男生 我不喜欢承认我受到挑战 但是这真的很困难 太空衣很重 对男生来说比较容易 但对我来说实在很重 杰西卡查斯坦是演库婆长大之后的女儿莫菲 她也是一名科学家 为了拯救人类 她必须和时间赛跑 这个角色非常有智慧 有能力 积极参与我们世界里的事物 而且又很有感情 有时女人可以是有智慧有能力 但是你不能自由表达情绪 克里斯多福诺兰过去曾因记忆碎片 《盗梦空间》获得奥斯卡提名 她所导演的《蝙蝠侠》系列电影 更是赢得影迷和影评的一支赞赏 这次诺兰通过她的新作《星际穿越》 带领观众走上一个充满情感 扣人心弦的神秘旅程 星际穿越11月12号 在中国上映 五天之内就吸睛 两亿六千万元人民币 在电影上演之前 电影主角马修·麦康纳和安海瑟威 随同导演克里斯多福诺兰到上海 为影片进行宣传 一起去看看 奥斯卡得主马修·麦康纳和安海瑟威 以及电影导演克里斯多福诺兰 最近到上海参与《星际穿越》的首映会 吸引许多影迷前往参加 一名学生说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看到奥斯卡的电影 然后我感到非常激动 然后还有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导演 另外一名学生希望看到更多好莱坞拍摄的电影 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好莱坞电影 这样我们可以对美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星际穿越》是一部关于太空探险的电影 主角穿越一个虫洞 寻找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整部电影围绕黑洞 虫洞 地心引力理论 导演兼编剧诺兰说 你不需要了解这些理论 也可以享受这部电影 我不认为观众需要了解影片的科学基础 我认为他们需要一个旅程 感受人物的精神和情绪 比方说当你看一部007电影 看到詹姆斯庞德在拆解一个核弹 你不需要知道其中原理 只要知道如果它不成功 炸弹就会爆炸 中国是目前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电影市场 不过中国政府限制每年在中国国内上映的海外影片数量 好莱坞大型制片场不断呼吁取消这个限制 今年有中国演员参与的好莱坞电影《变形金刚4》 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 票房总收入达3亿2000万美元 《星际穿越》这部电影引发大众对黑洞 虫洞的好奇心 但是在太空探索领域之中 最容易引发大众兴趣 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 在地球之外是否有其他的生命 科学家虽然目前还未能证明外星生命的存在 但是随着科学不断进步 希望似乎是越来越大了 多年来科学家用功能强大的天文仪器 寻找外星人的踪迹 夏威尔大学天文学教授迈克尔流 用光学望远镜观察遥远的恒星 找寻是否有任何围绕它们运转的行星 他说由于太阳光在通过大气时会出现折射 过去在地球上的望远镜所提供的远方恒星的图像 不是很清晰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过去15年的一个技术进步是 我们可以用适应性光学技术 这种技术帮助你实时计算地球大气的微小波动和折射 并且以此纠正图像的偏差 刘教授说 纠正后图像的清晰度比过去高10倍 要拍摄会发光的恒星的图像都如此困难 更不要说要拍摄遥远的不会发光的行星 科学家目前还无法真的看到太阳系外的行星 他们只能以测量这些行星和它们围绕运转的恒星之间所发生的引力作用 来查证它们的存在 我们今天每发现的一点证据都表明 行星系统在宇宙中很常见 我们追踪的距离越来越近 很快就能找到和地球相似的行星 围绕一个很像太阳的恒星运转 一定会找到它的 另外一些科学家使用射电望远镜来收听从宇宙深处传来的无线电波 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天文学教授艾伦·佩尼是英国搜寻外星人组织主席 这个组织计划把英国所有的射电望远镜连成网络来搜寻外星人 佩尼说来自外太空的各种星体的杂音和电波十分的混乱 但是来自一个智慧生命的信号肯定是有一个规律的 但是宇宙是没有边际的 天文学家究竟要从哪里寻找外星生命呢 佩尼通过Skype接受采访 也许外星人和人类一样 只不过他们生活在别的星球上 他们会发出无线电波 我们需要把射电望远镜对准恒星附近的行星 目前科学家已经侦测出的太阳系外的行星有1800多个 另外还有几千个可能为行星的星体 科学家估计一颗恒星至少有一颗行星围绕它运转 光在地球所属的银河系就有可能多达4000亿颗行星 因此人类不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的可能性十分的高 成为宇航员是很多人的梦想 对许多美国学生来说 达到这个梦想的方法之一 就是先到美国航空航天局的 哥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实习 这个飞行中心的实习项目给大学生和高中生提供参与太空领域相关项目的机会 一起来了解 需要专攻机器人的科学家来设计和创造太空机器人 路易斯帕伦特就是一名羽翼带风的科学家 这位伊利诺尔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 即将结束在哥达德中心为期十周的实习 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棒的实习 因为他们让我参与一个有真正意义的实实在在的项目 通过和导师还有其他实习生的沟通 他对投入这一专业还需要做出什么有了更好的理解 我需要在计算机科学方面有大量的知识背景 因为计算机科学并不是我喜欢的课程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它是必须的 而且当你看到它的实际应用 你会想要学更多 哥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副主任 李克·奥本沙因说 这种能够给人带来改变的经历 是美国宇航局实习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 他是1962年的实习生 今天的学生或实习生会说 这是三四十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情 是的 可当年我们得花上几个星期来弄明白 过去三个夏天 实习生帕特里夏 劳斯顿 都在和桑坦尼洛一起工作 他说实习经历对于他攻读的气象学博士学位来说 非常有益 这里我不仅拥有电脑资源 我还在这里建立了人际关系 当我在第二和第三个夏天回到这里时 走进大楼 人们就认出了我 叫出了我的名字 如果我有关于我研究课题的任何问题 我可以随时给他们 给约瑟夫发邮件 这种持续不断的指导与合作 给科学家 学生 乃至美国的太空项目 都带来了帮助 最后我们来看看地球上的消息 美国各界最近庆祝退伍军人节 两年前停泊在南加州的爱奥华号战舰 每年的退伍军人节都在码头举行庆祝仪式 年近90的鲍博德斯班每年都没有缺席 事实上他每天都不缺席 担任战舰的义工 可以说是爱奥华号的生命共同体 请看记者国福的报道 丁博在南加州洛杉矶港区的爱奥华号战列舰 一个多星期前 举行了第三届纪念退伍军人节的仪式 但从出席老兵的年龄可以想见 这艘军舰装载了更优长的历史和回忆 爱奥华号战列舰1942年下水 是先后完工的六艘同级战列舰的旗舰 传速快配备16英寸口径的连装竹炮 火力强 当时号称为全世界最有威力的战列舰 爱奥华号50多年的服役期间 参与国二战朝鲜战争和海湾战争 最为人所乐到的是1943年11月 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秘密会谈 罗斯福总统白天坐波托马克号游艇 到马萨诸塞州外海钓鱼 晚上总统被秘密运送到爱奥华号战列舰上 波托马克号再调头回纽约港 制造总统还在游艇上的假象 其实他已经到纽芬兰外海和丘吉尔会面 1944年的太平洋海战 爱奥华号参与了许多主要战役 87岁的水手鲍勃·德斯班 当原是驱逐舰霍尔号的水手 他经常在运受伤官兵到爱奥华号治疗 德斯班指出 霍尔号保护像爱奥华号这样的大船 一旦发现日本潜艇 我们就要赶去驱逐 德斯班在地图上指出 美国海军战斗群在菲律宾一带的船型路线 用白线标志 1944年10月25号清晨 霍尔号在菲律宾附近的雷伊特湾海战 被日本攻击 全船339个官兵 252人葬身海底 德斯班是幸存者之一 德斯班表示 我泡在海水里 到这里整整三天 就足够获得一枚紫心勋章了 70年后 德斯班拿出这张照片 他说 这些都是当年霍尔号的幸存者 照片上的都已经不在了 只有我 埃尔华号战略舰上世纪90年代退役 被封存在旧金山地区的旧船屋 德斯班表示 三年前 我们听说有艘战略舰停在旧金山的淤泥里 没人要 我们动员起来 到洛杉矶各地广球奥园 和联邦众议员珍妮涵合作 终于取得海军的统一 把艾奥华号送来这里 一些幸存的二战海军战士 参加了两年前第一次 在艾奥华号旁边举行的 退伍军人节纪念活动 93岁的前奥克拉河马号的 医官迪克表示 我也是战略舰的锤手 在这里庆祝退伍军人节 对我 对所有的退伍军人 都是一份荣誉 94岁的残障退伍军人 史蒂芬·谢尔门品师 我希望在两年内 帮助无家可贵的退伍军人 不再浪迹街头 我要用我的余生来帮助他们 艾奥华号现在停泊的洛杉矶港区 曾是美国海军舰队基地 德斯班表示 让艾奥华号来到这里 就像把已经去世的同袍 带回家一样 从此以后 我就在这艘舰上担任导游 介绍船上的东西 和当年的战争历史 他在艾奥华号上备受敬重 今年在艾奥华号旁的 纪念退伍军人节仪式会场的一角 赫然出现 见证二战终结的 麦克阿瑟将军的模仿者 他在告别军礼讲言所说 老兵不死 他们只是逐渐凋零的名言 仿佛是为了德斯班这样的老兵 量身打造的 89岁的德斯班 逐渐消失在甲板的另一端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府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 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或希望和我们联络 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 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是 PeggyVOA 就是P-E-G-G-Y-V-O-A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张佩芝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 拜拜 拜拜 I feel like I'm growing up so damn fast Before I know it, my future's now my pa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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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oh Hey, hey, he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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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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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ver ere ere forever ever ere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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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Andra Whit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网络巨头与百度 腾讯 阿里巴巴等中国网络的巨拨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与会代表探讨的是互联网安全与治理 然而由于中国对互联网的严格管控几乎是尽人皆知的 因此选择在中国召开这一国际会议本身就激起了网民很大的争议 今天果强内外 11月19号召开的乌镇互联网大会被称为是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 层次最高的互联网大会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之大会的贺词 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 这次大会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主题 设置了15个分论坛 讨论的话题涵盖了国际互联网治理 互联网新媒体 跨境电子商务 网络安全 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问题 另一方面 在这次乌镇互联网大会期间 中国主办方为与会者提供的无线网络 可以浏览所有受中国官方屏蔽的境外网站 到访乌镇的人们都发现 他们这几天可以登陆进入原来无法访问的脸书 推特等著名国际社交网站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被誉为中国的防火墙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方冰兴 也是与会者之一 不知他看到人们在会场内能够自由上网 会做何感想 事实上 中国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屏蔽许多境外网站 限制互联网上的信息自由 就在这次互联网大会召开一周前 中国当局还屏蔽了全球最大的内容分发网站之一 Edgecast 乌镇互联网大会 这个被中国媒体誉为将成为东方达沃斯的论坛 已经受到许多西方媒体和人权团体的质疑 国际特赦组织在大会开幕一天前发表声明称 中国要把国内那套互联网监管规则提升到全球的地位 这种做法会让所有重视互联网自由的人感到急被发凉 英国卡迪夫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全球互联网管理网络学者辛茨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表示 中国政府有意通过主办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自己对全球互联网管理的解释权 同时也希望能在全球互联网管理的辩论中争取发言权 新华网总裁田淑斌在大会发言中称 对一些不负责任甚至危险的言论 如果市场力量、公民自律和舆论、软约数等不能有效制约的话 通过立法程序形成的硬约数便要发挥影响 中国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顾建国在大会分论坛做主旨发言时称 网络恐怖主义是互联网上的独流、国际社会的公害 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必须在各国政府主导下才能取得时效 顾建国的观点遭到两名美国研究人员的责难 与会的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高级副总裁布鲁斯·麦康奈尔表示 将互联网看作罪恶根源是错误的 他说如果有一个汽车炸弹爆炸 不能将其叫做汽车恐怖主义 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学家彼得·乔克说 他认同互联网会被用作实现一些目的的工具 但截至目前 互联网并未真正带来诸如电力系统瘫痪等大规模网络恐怖主义 因为事实证明 做到这一点太困难了 据六四天网报道 互联网大会开幕当天中午 来自中国各地的一线维权人士杨秀琼 杨东英 顾国平 肖建芳 微文元 王晶 张继新等人 抵达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现场周边 举着标语牌 上面写着 互联网自由不容侵犯 释放网络入狱人士 保障互联网自由 停止打压维权信息传播 英文标语则是呼吁中国开放谷歌 脸书 推特 YouTube 六四天网和其他被屏蔽网站 一个多小时后 一批警察和便衣 在没有出示证件 未讲任何理由的情况下 把这七人带走 并押上警车 事实上 这些维权人士都是互联网的受害者 他们曾经在网络上传递信息 遭到恐吓 逮捕 刑事拘留 或被殴打制残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网民们 是如何评论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 网民有初调侃说 互联网大会在墙内召开 然后封网的官员们 大谈互联互通美好前景 被封的大佬们 谈创新和中国市场 这真是最最讽刺的事情 网民隐心在推特上说 互联网大会就是个笑话 准确讲应该叫在局域网国 召开的互部联网大会 网民输料志说 选择在乌镇举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就是告诉你 中国的大局域网就是一个乌镇 网民沉醉说 我觉得没有比所谓的 世界互联网大会更可笑的了 一个基本把前十大网站都封锁的国家 开什么世界互联网大会 叫世界局域网大会 或者诚实一点 叫中国大陆互联网大会 还靠谱一点 以鲁师傅这种 把石网身上抹的做派 世界互联网大会 有很多的笑料 报道这次大会的 路透社记者保罗卡斯腾 在推特上爆料说 天哪 他们正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录制一场假记者会 这位路透社记者 在另一个帖子上说 他们请我从空座位区往前走 以便给我摄像 假造记者会真是不可思议 他们录问题时 讲坛上一个被提问者都没有 知名网络时政漫画家 巴丘草画了一幅漫画 题目是 世界互联网大会写真 巴丘草调侃说 中国召开了世界互联网大会 严肃点 这不是一个笑话 中国媒体报道说 世界互联网大会将永久落户乌镇 每年一届 持续举办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中国东部的水乡乌镇 出的最著名的人物 就是笔名叫做矛盾的作家 而这个星期在具有1300年 159历史的矛盾的故乡 讨论被中国政府严加管控的互联网问题 似乎就是一个矛盾 中国负责网络管控的最高官员 卢伟在他的致辞中说 网络空间也应该既自由开放 又有规可循 可是这句话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 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Google Plus和推特网页 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卫视记者江何海伦 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三期报道 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 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 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给我们的记者分享 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 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式 在每一个社会 儿童的声音往往是无力 甚至是无声的 尤其是那些贫穷和不发达国家的孩子们 美国的音乐人罗比谢福认为 如果我们通过音乐和艺术 来激发这些孩子的创造力 那么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大使 为此谢福创办了一个非盈利机构 来给予这些儿童以力量 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居住在维吉尼亚州维也纳镇的罗比谢福 是一位美国民谣摇滚乐其他手和作曲人 他也是一家非盈利机构的创始人 这家机构通过音乐和艺术 来激发世界各地的孩子们的创造力 并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一个声音诞生于我要和孩子们 分享创造的力量的欲望 音乐改变了我的人生 它对我个人的发展 艺术以及精神上的成长都意义重大 是我能够以我所要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 我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创造力 具有这种创造性的能量 创办一个声音最初的灵感 来自于他2006年解释的 乌干达著名音乐家萨米泰·穆兰多 他的音乐非常美 我被他的音乐迷住了 我发现他当时回到东非 给难民营或者是孤儿院的孩子们 演奏音乐 作为治疗 对于我来说 这是我恍然大悟的瞬间 我对自己说 这就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 他随后去了非洲 到了乌干达 在萨米泰的建议下 谢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参观了那里的一所学校 我一到那儿 他们就开始唱歌给我听 跳舞给我看 给我展示他们的鼓 带我参观他们的学校 我第一眼看到他们 我们就开始建立友谊 我发现了这些孩子们 每天都生活在其中的 一种生活乐趣 从非洲回来后 谢弗在2010年 创办了一个声音 他把这个组织的使命 确定为创造 共鸣与行动 2011年9月 谢弗带领一个声音团队 去了坦桑尼亚的一所小学 我们把孩子们唱的歌录了音 我们回来后 用他们的音乐筹集资金 给他们建造了一所初中 在2012年的2月 这个世界上第一个 以爱和音乐建成的学校 向20个新生敞开了大门 接下来的一年 一个声音在肯尼亚 坦桑尼亚 乌干达和美国 开展了一个项目 让这些国家的孩子们 以爱心为主题作画 所有筹集的资金 在肯尼亚为13名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 进行心脏手术 对于职业音乐人谢弗来说 管理一家不靠政府资助的 非盈利机构 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最大的挑战是筹款 幸运的是 一个声音得到了社区各界人士的支持 谢弗每隔一段时间 会和捐助者见面 向他们汇报项目的进展 另外多位志愿者的参与 对于一个声音的运作 我大学毕业以后 在坦桑尼亚教了一年半的书 他当时在我就教的同一个阵子里 兴建一所学校 我知道这个情况后 在一次筹款活动上 我就跟他讲 我在坦桑尼亚的经历 他跟我讲他所做的事情 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共鸣 他说 我们需要一个财务主管 我说没问题 曾经在波音公司工作的 斯蒂芬尼·卢尔 是一个声音的资助者和筹款人 因为一个声音所做的是 赋予孩子们以力量 在任何社会里 他们都是最没有力量的人 这个组织很早就让他们懂得 通过跨越很大距离的合作 他们可以获得力量 并改变这个世界 在未来五到十年时间里 一个声音希望加强项目影响的深度 力求对孩子们造成更长远的影响 除了实地访问外 该机构还建立了一个叫做 儿童游乐场的在线社区 让孩子们分享艺术作品 用音乐帮助贫困国家的孩子们 新建学校和挽救孩子的生命 当然令谢福感到非常的欣慰 但是对于他来说 这并不是最大的回报 这种欣慰远不如我看到一个孩子 敞开自己心扉时得到的那种感觉 这是最重要的 他们突然之间看到自己的潜力 看到他们是很有力量的人 感受到他们能够成为另一种人的力量 可以为世界建造重要的东西 即使是在自己的小村子里 也可以为和平做出贡献 VUA卫视利亚 赵江 华盛顿报道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 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其慧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华千万万的一合一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 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 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九点海峡论坛 每年在美国 日本 欧洲和阿拉伯半岛 高科技产品的展览 总能吸引大批兴奋的消费者前去参加 尽管许多人已经拥有了多种不同的 高科技的电子产品 但是有些人总还是希望 能不断地追求更新的商品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 普蒂奇的报道 游客们蜂拥至电子展上 最新的平板电脑 照相机 3D电视屏幕 甚至是小型机器人前 幻想着能将其中一样带回家 消费者们不惜花几个小时的时间 等待排队 并花几百美元把东西买回去 抢先拥有最新的智能手机 现代社会似乎对闪亮昂贵的物品 有股痴迷狂热 这些产品让人们互相联系 协助导航 记录人们的想法和重要回忆 甚至还能和我们对话 临床心理学家 心理治疗师雷德瑞尔通过Skype说 由于对这些产品痴狂 我们不再只是拥有这些产品 我们还对这些产品有了感情 单方面维持和电脑电话的关系 比维持和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关系 要容易得多 因为你不必担心有人会生你的气 也不用担心会被人骂 雷德瑞尔说 尽管有一千个脸书上的朋友 可能被视为有一千个真实的朋友 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和许多心理层面有关 包括我们觉得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自尊心 还有自我价值等东西 不过 南太平洋大学心理学教授爱普斯坦 同样通过Skype说 科技产品非常神奇 它就像魔术师一样 能让我们产生神奇的感觉 真的非常奇妙有趣 你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 但如果他们重复十次 二十次或一百次 就会觉得无聊 你会开始想要有些新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魔术师 从不重复他们的把戏 前今日心理杂志总编辑爱普斯坦说 他担心这些新科技 会取代人们原有的生活 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 有些是可穿戴式的科技产品 你能戴在手腕上或在眼镜上 但无论大众是否注意到 科技其实发展得非常快 我们已经朝着 往真实的生物界面开始发展 这些产品可能会逐渐 往人体的某些部分发展 心理学家雷德瑞尔说 危险的地方在于 我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 已经越来越被视为是正常的 我认为一部分是我们的社会 另一部分是媒体 常把我们使用这些产品 和电话的情形常理化 但事实上 这对我们很不健康 科学家们预测 在生物或人体界面上 使用的科技产品 可能将在未来20年内 伴随着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问世 将会变得更加聪明 美国之音记者 普蒂奇 华盛顿报道 超过200多个国家 将11月17号定为世界早产日 柳叶刀医学期刊的一篇新的研究报告指出 早产是全世界儿童最大的杀手 而早产对健康的一些影响是终身的 这些小婴儿要为他们过早 来到世间的后果 做垂死挣扎 柳叶刀医学期刊发表的一篇报道说 每年大约有100万婴儿死亡 而大多数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早产的并发症 是世界上死亡最大的单一原因 罗伯特·布拉克医生 从事国际研究的协调工作 他通过skype表示说 胎儿理想上来说 应该在母体怀胎39个星期 那些怀胎不到37个星期 而出生的婴儿可能会遭受 说话延迟和身体协调障碍 视觉困难以及发炎的问题 大脑仍在发育之中 呼吸肺功能仍然在发育之中 因此使得婴儿更容易罹患并发症 甚至是长期的 一个全球性的降低早产出生率的组织 出生缺陷基金会的戴安阿神顿医生表示 早产并非单一原因造成的 在发展中国家 部分的原因是怀孕妇女不良的饮食习惯 缺乏足够的钙 矿物质和热量 在美国 美国有过多不必要的泼妇生产 但是其他造成早产原因的范围 从人类乳头状流病毒对子宫颈的损害 抽烟以及许多其他未知的因素 幸运的是 研究人员已经找到了协助早产婴儿存活的方法 即使在目前死亡率很高的低收入国家 我们有很多到位的干预措施 干预措施就向皮肤和皮肤的接触 保持婴儿温暖 以及鼓励妇女喂奶 现在的目标是寻找更多的方法 来防止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 以及减少产妇的死亡 这样可以使得儿童健康的成长 以及更好的准备过富有成效的生活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在黎巴嫩战火纷飞的区域 大批的难民持续从叙利亚涌入 而一项产业却在战火中一枝独秀 黎巴嫩葡萄酒商说 他们经历七八十年代的残酷内战 而大难不死 如今各种灾难都能应对 美国之音记者莫多克从黎巴嫩贝卡古地 发来的报道 我们来见见拉姆奇·戈森 黎巴嫩贝卡古地酒员 一个小酒庄马萨雅的其中一位主人 戈森和黎巴嫩的其他酒商认为 输出他们的产品就是输出他们的文化 酒不只是在于产品 而是在于让它与众不同的人 首先我和我兄弟都是战乱中的一代 我是说七五年到九二年的内战 战争刚开始时 我和我兄弟都很小 我们像很多别的人一样 出国学习和工作 但是我们没有在国外定居 我们决定回到祖国 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在这儿 有一种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格 戈森说黎巴嫩葡萄酒 能给买家传授黎巴嫩的美 这种美常常被中东的战争新闻笼罩 他说这儿的酒商有足够的坚韧性 虽然邻国叙利亚战火雄雄 但还是能维持生意 大马士革仅在离这15分钟的山那边 我们看见了战火 我是说我们为战火中受难的人们感到难过 但是我认为作为黎巴嫩人 我们经历过悲惨的处境 但是我们战胜了它 所以你必须先用地调整商业计划 9元的街对面便是一个严酷的提醒 告诉人们贝卡古地的商业计划 自2011年初春 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做了多少调整 在黎巴嫩这个不足500万人口的国家 100多万叙利亚难民的大多数聚集在贝卡 使这片土地和经济承受的压力到了极限 然而在黎巴嫩最老和最大的9元之一 小塔庄园酒庄 庄主法奥斯伊萨说 本地区生意红火 黎巴嫩酒正赢得国际美誉 几十个新酒庄也预备开门营业 但他也表示要进一步赢得国际市场 酒商们首先要让买家知道黎巴嫩也出产葡萄酒 要接触所有的有品酒经验的市场 我认为这是黎巴嫩酒必须参与的游戏 我们应该告诉大家 没错 黎巴嫩并不只是一个出于战乱的国家 我们有葡萄美酒 有酿酒师可以配置加酿 并且出口到世界各地 但酒业并不能完全幸免于邻国的战火 伊萨说 旅游业在战乱中下滑 在酒园里建造宾馆的计划只好推迟 我们原以为事情会在两个月内解决 可事态越来越严重 黎巴嫩每年出产九百万到一千万瓶葡萄酒 但与年产七十亿至八十亿瓶的酒业巨头法国相比 却是小屋见大屋 但这里的酒商说 他们不会与欧洲竞争 因为他们的酒就像他们的国家一样 跟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美国联邦政府给穷人提供补贴 让收入不好的民众也能购买粮食 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营养补充援助计划 英文的简称叫SNAP 通常在大型的连锁超市才接受使用这种福利项目 如今北维基尼亚州也开始接受SNAP 参加SNAP的民众可以用SNAP货币 在农夫市场购买当地新鲜生产的食材 甚至还能买到种子 让人们开始经营自己的菜园 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自布莱克一年多前失业之后 他开始越来越定期到他在当地社区花园租来的一块土地上来 在孩子们的帮助下他每周都有收获 我们每星期都能收到四根或五根小黄瓜 六到八根绿皮西葫芦 大小不一 总有许多甜菜和生菜可以采收 这些食物的价格在超市都不贵 但布莱克决定自己种植 他从当地的农夫市场买回植物株 最低价格仅三美元 每种植物能生产出好几磅的蔬菜 由于布莱克的收入太低 他能够领取SNAP货币 这是一种政府发放的特殊货币 人们能凭这种货币到店家购买额外的食物回家 当地部分农夫市场 今年首次开始接受SNAP货币 布莱克说因为这个项目 他得以种植新鲜的食材 我到李斯堡的农夫市场买了一些植物 把它们种植在我租来的小块土地上 李斯堡农夫市场发言人维里斯说 SNAP货币的食用者可以自己买植物 当客人进来时 他们带着EPT卡 也就是Snap卡 就像使用信用卡一样 如果他们从卡里取食元出来 他们会获得食元等值的木质代币 然后他们就能到任何一个店家使用 劳顿郡卫生局的健康生活倡导者霍夫曼说 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希望教导家庭如何维持健康 劳顿郡里没有保险或者家庭生活水平较低的孩童肥胖问题日益严重 这将造成慢性疾病 SNAP项目鼓励父母和孩子选择较健康的饮食 哪怕是一点蔬菜都比什么都没有好 当你在一袋薯片和一袋苹果之间做选择时 苹果就是很好的选项 这也是布莱克的女儿正在学习的 我发现种植自己的蔬菜对我叫挑剔的妹妹很有帮助 她对这些感到非常兴奋 这也改变了家庭的饮食习惯 真正改变的是你的饮食 因为你最后会把它们烹制出来 并设法使用创意学习怎么去烹饪 对孩子而言 他们学到的东西将会使得他们受用不尽 美国之音记者艾尔玛斯利报道 创业很困难 而女性创业者可能面临更多的阻力 不过洛杉矶一位女性企业家白手起家 并在男性主导的工业规模印刷产业 开创出一番天地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在洛杉矶中心的一家工厂里 拉德说她是少数美国从事大规模印刷产业的女性之一 并且还是拉美裔 她出生在以讲西班牙为主的美国属地伯多黎哥 她的公司专门为客户在邻近的斯台普斯中心 和被称为LA Live的娱乐圈制作超大型看板和海报 拉德说许多她合作过的客户在第一次见到她时都很亚裔 人们通常不会预料到一位拉美裔女性拥有这样规模的器材设备 所以这是我面临的一个挑战 拉德的公司同时还能为市场宣传行销设计图像和制作剪裁 其中还包括圣地亚哥移动政府大楼的布料印刷和框架制作 拉德从创立这间公司20年来经历过许多艰难时期 她从制作运动背心和特制服装起家 但随着中国竞争的日益强大 她被迫放弃服装业转向印刷业 就像许多小型企业 你都会有自己的高潮和低潮时期 因此我也经历过成功 也曾经非常落魄 拉德说 企业主的工作还必须要负担更多的责任 人们会认为 哦 你是老板 所以工作会比较轻松 但其实你的工作比公司其他人都多 因为你要对这么多人负责 拉美伊联盟主席巴勒托说 拉德的公司是美国300万个拉美伊所拥有的小型企业之一 而拉美伊的企业数量在过去10年间不断增长 巴勒托说 许多拉美伊企业都是由女性所拥有 拉德说 他现在所经营的公司则是在他创业时从未想过会踏入的一行 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有人这样战转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无理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吃起来让他来吃他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最坏的补给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墙主义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海平面上升 科学家们说 海平面上升会增加陆地淡水储备的盐度 盐水无法用来灌溉 因此靠近海岸的农前则面临失去农耕的机会 不过荷兰一家农场找出了办法 在盐水灌溉的土地上 种出健康又美味的蔬菜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根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报告 由于土地盐化的关系 全世界每年减少1%到2%的可耕地 不过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荷兰农夫瑞索伯格 因为他借此利用了盐水来分辨哪些植物 可以在盐水灌溉下生存 哪些会死亡 我们放很多植物在农田里 然后我们把它分别放在一般淡水和海水里 还有不同程度的盐水混合在中间 然后我们会看哪些种类的植物生存下来 哪些死掉 瑞索伯格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科学家合作 他们将农田分割成8个被灌溉管线网覆盖的区块 不同的管线将淡水和海水传送至水源分配中心 电脑控制系统会依照8种不同颜度将水混合 电脑系统会说开始 然后管线将水分送到农田 开始自动滴灌 于是某些植物会被杀死 有好几个感应器持续控制土壤的盐度和湿度 瑞索伯格说 他们能在大部分的测试区块种植出蔬菜 尽管生长出来的成果比一般农作物小 但瑞索伯格表示 他们通常含有较多的糖分和盐 所以比较美味 这是个奇迹 这不应该是胡萝卜 如果我们看看当今世界上有的数据 它应该会死掉才对 这片农田找出了办法种植胡萝卜 卷心菜 洋葱和甜菜根 而马铃薯也被证实是最能忍耐盐分的工作物 瑞索伯格说 四种耐盐的马铃薯最近被运往巴基斯坦 那里有数千顷的土地遭到严重的土地盐碱化破坏 他们现在正准备测试荷兰这些马铃薯 是否能在那里生存 美国之音 普蒂奇报道 新年将至 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 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 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 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 at VOANews.com 索取挂历 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 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 地址 邮编 以及收件人信 以上是美国之音VA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VA卫视 我是林胜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